今天有這麼多的執政要員 他在這個管理台上面 他在下面看到這些標語的時候 他們心裡面會怎麼想 他們想的是 你看就是這些人民的抗爭 促成了我們的執政 還是他會覺得心裡會覺得擔心 會覺得緊張 下面這個訴求 我們好像還沒有辦法回應 我想恐怕不是後面這個事情 昨天在華光五名被告 因為抗爭被打壓的問題 從民進黨黨部一路遊行到高等法院 而當時對照出來的荒謬的戲劇室 就在凱道的前面 裡面在演戲 而演戲呢來驅趕我們 說是怎麼當會來的 裡面演的戲是什麼 是大腹 今天拆大腹 明天拆政府 裡面演的是什麼 裡面演的是終結核電 裡面演的是原地保留 我們要問 在這一段日子以來 台灣的社運 台灣的工運 多少的抗爭 但是民進黨 現在成為國會最大多數 那真的有意願要解決嗎 您是來收聽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 管仲翔 我們今天在錄影的地方 是在公共電視的B棟會議室 我們差不多每次都在不同的地方錄影 那大概也是這個節目的特色之一 不過我想這個節目還有另外一個特色 就是我們一直要扮演的一個 永遠的反對黨 就是我們的反對黨當然就是包括 只要是執政黨跟在野黨 我們都會覺得是一個權利者 所以作為一個媒體 當然要去發揮這一種所謂的監督批判的 或是所謂的提醒的 這樣的一種功能跟角色 那今天我們錄影的時間是5月20號 也就是台灣的新總統蔡英文 蔡英文女士呢 這個就職的典禮 不過在這個就職典禮的這個時刻呢 就是他在就職 我們在錄影的時刻 我們要跟他談的一個很大的 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就是新政府上任之後呢 台灣的這種所謂的社會運動 台灣的民主發展 台灣的所謂的產業發展 台灣的社會發展 到底會有什麼樣的新的現象跟可能 特別是在選舉前幾天 他們開始的這個所謂的彩排活動當中 把所謂的台灣民主化的這個過程 特別是在最近這幾年 有關於大普反核等等的議題 放到在遊行當中 引起的聲音界的人是非常大的不滿 所以今天節目當中 就要來跟大家邀請到的是 政大地震系的教授 徐世榮老師也是長期關心 台灣的社會運動 參與社會運動的徐老師 來跟我們談這個話題 徐老師你好 你好 館老師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徐老師在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其實要談 其實我們知道前幾天 民進黨在就任之前 曾經有一個活動 這個彩排活動 當然從他的一個比較大的 這種所謂規劃來看 他是要看的是 整個台灣民主化運動的發展 不過在裡面提到了 最近這幾年的社會運動的 這種所謂的標語 包括特別是像大普案 或者是像反核等等 那引起了很多 社運團體的這個不滿 不曉得徐老師怎麼去看 這樣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也不是很恰當 所以我在臉書還有一些其他的場合 我也表達希望民進黨 還有政府能夠再審慎的一個考量 那也很欣慰他們今天把一些特定的標語 有把它取向掉 那為什麼覺得不合適呢 因為基本上 我們這些社會運動所面對的 就成為剛剛關老師所提的 面對的是政府 還有面對的是有權利的 那其實不只是國民黨政府 也包含了民進黨政府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尤其是以大普為例 大普的案件其實都還沒有結束 對 但還沒有結束的時候 你就把它搬到檯面 而且這個舞台 是一個政府的一個舞台 那是一個民進黨政府的一個舞台 在這種情況之下 尤其是社會運動 適合把它擺在 政府的一個表演的舞台 那其實這裡面包含了很多人 辛酸的事類 很多人因此而喪失的生命 那其實這背後有很多 很悲慘的一個故事 適合用這種比較歡慶的 這種氛圍 不過他的目的是說要去提醒 但是 其實這就是 我們要特別感覺更不合適的地方 其實今天在坐在貴賓席上面 很多民進黨籍的縣市首長 其實他們還是在執行 富蘭的土地徵收 比如說 桃園航空城 那新竹其實也有這個 埔育計畫 埔育計畫 不管新竹縣或新竹市 新竹市還有一個R3的 一個交流道的相關的道路的問題 那一到台中 台中也有所謂的 這個大智慧一個大樓的問題 那一到台南 還有大家都知道了 南鐵 鐵路地下化 東移的一個隔鐵 其實坐在他們貴賓席上面 也有很多人的一個想法 跟國民黨籍的那種思維 發展的思維 可能還是滿一致的 這個部分我們也許 待會可以再進一步來談 就是這個政府 新政府的屬性 恐怕還是存在著 某種類型的舊靈魂 對 那剛剛談到 這樣的一個 所謂的 表演的這件事情 把社會運動 當作是一個 所謂的 環境活動的 之一 但有人會覺得是OK啦 反正就是它是一種提醒嘛 不過我自己覺得 它某種程度是在做一種 所謂的歷史的詮釋 例如說 我自己在臉書上面說 那為什麼不放南鐵呢 為什麼不放其他的爭議呢 其實會不會它也是在做某種的定位 甚至有人批評 這就是一種所謂的社運的收割呢 是啊 那其實它是有選擇性的 那其實我們剛剛提的那幾個個案 對 其實它都沒有呈現 那在這樣 其實還有更多的社會運動 它都沒有把它呈現出來 所以 會引起這麼大的反彈 其實也是有它的理由的 嗯 所以 另外一個 我想特別要提得到了 從一個理論上的一個程式來看 嗯 那 政黨 或者 政府 我們是把它擺在一個 政治的一個體系 理論上 政治體系 社會運動 是來自於民間社會 嗯 好 我們把它擺在 民間社會的 這樣的一個領域 嗯 一個叫政治體系 一個是民間社會 然後從一個政治經濟學的一個觀點 這兩個應該擺在比較一個公平的位置 嗯 尤其是社會運動 其實是民間社會 展現力量的 很重要的一個方式 嗯 所以你在 這麼重要的一個場合 你把社會運動 民間社會 非常那麼重要的 呃 一種呃 展現力量的那個方式 把它擺在 政治體系裡面 來把它展現 然後用一個 呃 這個好像節慶的一個方式 把它展現 從一個理論上的一個程式來看 可能也不太恰當 嗯 而且我們一直在講一件事 就是包括公民行動 已經進入資料 或者自我定位 我們常在談說 也有國家的進步 不會是來自於執政者 M 則 也不會來自於 也未必會來自於反對黨的制度 特別是 執政黨跟反對黨 越來越像的時候 對 那即使在太平盛世裡面 它也存在了各式各樣的壓迫 所以一個國家的進步很重要 就是所謂社會運動 那透過社會運動 它可以透過 呃 展現出一些所謂的思辨 那真是產生某種的 這種所謂的改革的力量 那雖然你剛剛談到說 社會運動跟政治部門 其實在某個情況下 是一種對立的領域 可是其實你會發現 歷任的這個台灣的這個 民主化之後的歷任的領導人 包括馬英九 包括這個 呃 陳水扁 包括蔡英文 我們都可以看得到 他會不斷的去吸納社會運動者 進入到他的政府裡面 例如說馬英九在擔任 台北市市長的時候 他找了林振修 找了這個鄭春齊 那陳水扁就更不用說了 陳水扁在當總統的時候 其實有更多大量的 呃 不管是擔任政務官 或是擔任政府的委員 這樣的社會運動 或是學界的角色 其實也蠻明顯的 那民進黨執政 還沒執政之前的立法院的 不分區前幾名 幾乎都是社運團體出身 包括我們很熟悉的 蔡培惠老師 或是陳曼麗老師 等等喔 那在這一次 你可以看到新政府裡面 包括像詹律師 詹順貴律師 陳其中 或者是像華老師等等 就是關於所謂的土地 正義的這些人 都進入到政府體系 你怎麼去看啊 就是他 他會不會就是 當可以去收編社會運動 在一個遊行的活動裡面 他會不會一樣是把社會運動 收編到政府裡面呢 我想先談一個理論城市上的一個觀點 我剛剛提得到了一個叫政治體系 一個叫做民間社會 那民間社會 往往是透過社會運動的一個展現 來呈現出社會改革的一個很重要的力量 因為民間社會往往充滿了一個理想 充滿了一個願景 而且不受限有制度框架的一個限制 OK 在這種情況下 另外一方面 政治體系裡面 往往是它是設定那些制度 比如說法規 一定要透過立法院 透過一個行政院 他又很重要的 在規範人民的一個生活 那這兩個 政治體系跟民間社會 本來就有一些衝突 但是也有它彼此 可以互相融合的一個地方 所以對於剛剛關老師所提的到的 像蔡培會啦 陳其中啦 詹順桂啦 其實我都蠻鼓勵他們進入到這個政治體系 進入到政治體系裡面 可以進行改革 把我們民間社會的一個理想 一些願景 把它帶到裡面去 但是我們也一定要了解 因為政治體系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邏輯 就是必須要妥協 因為到這個裡面來 我們從民間社會 會帶來的是一個理想 願景 還有很重要的 不一樣的價值 比如說公平 正義 不這樣子 環境永續 這樣不一樣的價值 我們把它帶入到政治體系裡面來 那政治體系裡面 常常充滿的就是一個利益的交換 可是就這樣 問題就是在你剛剛談到的利益的交換 或者是說 政治體系裡面 它其實強調是一種穩定 或是所謂制度 那甚至它是一種 換了屁股就換了腦袋 這句話我覺得是某種的必然性啦 就是說它本來要考量的東西 就會比較不相同 可是從過去的經驗裡面來看 我們發現特別是陳水扁政府 例如說我們從事一些 媒體改革運動 然後我們當然在一開始的時候 有很多的老師 也會對陳水扁政府提出了一些建言 甚至 進入到某種的 所謂的政府的系統 部門當中 可是當他們進去的時候發現 哇 不是我們所想像的那樣子 對 我想提供一個經驗 就是 我們台灣的羅生陣線 在苗栗大幅案件當中 我們一直很希望 土地徵作條例能夠修正 那個時候 也很感謝 我們在立法院 有一些民進黨籍的立法委員 的一個協助 但那個時候我們更期盼 我們自己本身 也能夠到這個裡面來 來參與 土地徵作條例的一個 這個修法 那 所以 在這種情況之下 倘若說我們有我們的夥伴 我們尤其 非常信任的夥伴 能夠進入到立法院裡面去 其實相對而言 對於 制度的一個變遷是正面的 但是相對的 不要忘了 他們往往 也必須收到一些制約 所以 在這個當中 很難說 有一個一定的一個標準 所以 我們 是鼓勵他們進去 但是我們也必須 這個 對他們能夠展現什麼樣的一個戰力 其實也要有 部分的一個保留 因為 一到你政治體系裡面就是利益的交換 就必須要有所妥協 那另外一方面 剛剛 管老師也特別提得到了 這個 公民社會 會不會就被收編了 對 那我的看法是這樣子 倒有未必 因為公民社會本身就是一個流動性 對 公民社會本來就不是只是他們這幾位人而已 那 他們也 不應該 被期待 要扮演了這樣的一個角色 承擔了公民社會所有的一個責任 我覺得對他們而言 可能也是 太大的負擔 所以 我們一方面鼓勵他們進去 那創造 一個進步的氛圍 然後呢 能夠來修改 目前的一些制度 或者一個結構 另外一方面 我們也要思考 為什麼公民社會 不能夠有一些不同的人 能夠加進來 所以 當有一些 我也聽到一些聲音 當我們 在說 我們擔憂 公民社會 就會被收編 但另外一方面 我們可能也要想 能不能 引入更多公民社會的力量 不過這邊可能會涉及到兩個問題 因為在政治上面 它絕對是一個實力原則 它除了利益之外 包括實力原則 今天一個 一個從社運團體進入到政治部門 政府部門的人 他其實代表背後的某種的力量 那這個必須要談兩個東西 第一個就是說 背後的力量 它是不是足以支撐 讓它進去而能夠維持理想 我不曉得 在你對台灣的公民社會的這種觀察 這個力量是不是存在 第二個 我們可以看到 這幾個 進入到 不管是立法院 或是在行政部門 他某種程度 他都是一個領導者 或是某種的 重要的一種領袖的象徵 那這個會進入到 好 這個頭進去了 或是這個領導的進去了 它背後的組織 會不會因此受到影響 也就是說 這個組織 在台灣社會運動 這十幾二十年來 整個組織化的 運作的模式 或者是 它是不是不斷的在培養新人 而能夠隨時的 成為一種 展現新的力量的可能性 對我想 先從第二個問題來談 那比如說 大家知道 比如說蔡培惠立委 還有詹孫惟律師 其實都 從台灣農事呈現 出來嘛 所以我們也在思考這個問題 當我們有這麼重要的 我們這個成員 進入到政治體系 而且都是 當立委 或是當 歌員 那佔了 非常重要的位置 那一方面 我們非常有期待 我們希望他能夠 把我們的理想 把它帶進去 但是相對的 他也會有所回饋 有一些消息 會回饋回來 那這個回饋回來 其實我們公民社會 我們這些 NGO的組織 透過這樣的一個管道 我們可以接收到一些 新的訊息 可能以前我們沒有思考到的 一個面向 也可能衝到這個方式 那我們 從一間思考 我們的奮鬥的方向 跟目標 我們的一個理想 同樣的 剛剛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我們如何 繼續維持 我們台灣農村陣線 以我 因為我現在是擔任 這個理事長的一個職位 我就很擔心 我們這個 人員進去之後 被吸納進去 這是一個很實際的問題 然後呢 我們台灣農村陣線 因此就弱化掉了 那就很擔心 就說哎呀 那你們 桃農村陣線 就被收編了 OK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如何 還有我們 農村裡面的一些朋友 如何繼續讓我們 農村的一個 力量能夠繼續 一個茁壯 我覺得這是 非常重要的刻意 不過回到一個 現實的狀況 我們 公民社會 準備好了嗎 或是到底做了什麼樣的準備 這樣的一個不斷的 新的政府進來之後 然後他就會吸納 新的人進去 我覺得這個是 這個到底 不是說不能夠進入到這個政治部門 可是當這些人進入到政治部門之後 這個群體的本身 或是這個力量的本身 是不是還有壯大的可能性 那如果沒有辦法壯大 恐怕都是台灣的社運界 一個非常需要自我 檢討跟反省的問題 我非常同意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待會再回到現場 要來繼續討論的 一個問題就是 民進黨政府 某種程度上面 我剛剛講說 雖然看起來是一個新政府 恐怕他注入了很多 原來就有的舊靈魂 特別是他對於 所謂的土地開發 某種程度上面 我都會覺得 它是一個發展主義的象徵 那新的政府 真的會帶來新的氣象嗎 剛剛徐老師也提到說 在很多的這個 民進黨執政的 地方縣市長裡頭 都存在的 這種所謂土地開發 很大的爭議 那我們怎麼去看待這個問題呢 我們先休息一下 總統在當選之夜的時候 對全國的人民說 未來職對的態度 是謙卑謙卑再謙卑 可是今天這樣的行為 我們看到的是狂妄狂妄再狂妄 是荒謬荒謬再荒謬 我要問蔡英文 大普安到現在 都還在法院裡面持續的上訴 民進黨有沒有出過一分一毫的力量 在幫忙受苦受難的大普居民 要回他們的家園 要回他們的土地 民進黨政府 到現在有沒有任何一言片語的承諾 承諾執政以後 立即重建大普事務 沒有 到現在 我們連一個字的承諾都聽不到 今天才大普 明天才政府 並不是對國民黨說的 今天台大普 明天才政府 是對任何傲慢的執政者說的 歡迎再次回到燦爛指望回客室節目的現場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仲長 今天在我們現場公民祈禱天的是 政大地政系的徐世榮徐老師 徐老師你好 大家好 我們在剛剛上段節目當中有提到 這個所謂的社運界到的政府部門 那其實可能會產生一些所謂的矛盾或是拉扯的關係 那當然這也會反映出台灣的社會運動到底那個巴谷到底有多強 那要不然他其實不斷的被吸納 那你可以說這是為國舉財 可是其實不斷的被吸納之後 那個民間的監督力量恐怕會不斷的流失 那如果真的不斷流失的話 某種程度上我會覺得 這是台灣的社會運動機他必須要好好檢討跟反省的 就是我們在人才的培養上面 或者是在一個整體的那種所謂的組織跟戰力上面 恐怕都有很大要去檢討跟批評的地方 也許待會我們有機會的話我們再回過來談這個話題 不過我想要先回過來談我們在一開始提到的 在新的政府上任之後真的是一個新的嗎 就是除了在某種程度上面他反映出過去國民黨的執政的 這種所謂的無能或是有限或者是在中國政策上面 沒有辦法滿足台灣民眾的很多民眾的這樣的一個期待之外 這個新政府其實我自己都覺得從民進黨開始 從陳水扁執政的時候其實你都會發現 他一直是屬於一種所謂的開發主義 除了你剛剛談到的幾個縣市的縣市長 他都有這個土地開發的爭議之外 包括林全行政院院長 他早期也是一個自由經濟 自由派的一個經濟學者 那在這樣的一個領導者 當然還包括這個蔡英文總統 他過去也曾經說他的偶像是柴奇爾夫人 可是偶像柴奇爾夫人在1980年代 所謂的新自由主義盛行的時候 其實是為英國後來帶來非常非常大的問題 這個新政府他是不是存在了某種的舊靈魂的 他有能力去面對這一些所謂的土地開發的爭議嗎 這其實就是我們非常擔憂的地方 好像民進黨好像把國民黨過去所遺留下來的一些制度 還有一些思維把它視之為當然 也就是我們對於所謂的轉型爭議 我們的一個理解好像還仍然不是那樣的一個透徹 我們對於轉型爭議我們總是認為好像是228 白色恐怖還有國民黨的不當黨產 其實還包含了整個憲政體制 如何來回歸到我們相關的民主政治的基本價值 還有對於基本人權的一個尊重 我覺得民進黨執政者對於這一個方面的一個理解 好像還不是那樣的一個能夠完全的掌握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一個土地徵收 其實我們都希望尤其在民進黨籍的縣市首長裡面 能夠有一些不一樣的一個作為 但你可以很遺憾你可以從他們口中 他們依舊還在講我是依法行政 這就讓我們非常的失望 依法行政向來是國民黨的相關的行政官員 或者政治人物他們在他們掛在嘴上 常常在講的一句話就是依法行政 但是如果民進黨它執政了 它沒有想到這個法其實本身是有問題的 沒錯 它是建構在過往的一個威權的一種統治 而且建構在以經濟掛帥 而且這個經濟掛帥它又獨尊新自由主義的 經濟的思維底下所建構出來的一個東西 好像這邊他們很勸缺去反省 所以我們會非常擔憂的 比如說現在很多的土地徵收依舊是如此 所以像台南這個例子非常的清楚 新竹還有桃園都展現出這樣的一個類似的一個特點 讓我們覺得好像只是換了一個新瓶子 裡面的酒好像沒有多大的變化 好像這個味道 執政的味道好像沒有一些改變 不過我自己對民進黨的觀察 其實它會跟國民黨一個比較相對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除了那個某種類型的 我不把它稱之為意識形態 我覺得跟中國的關係 就是一個緩急的這種所謂的差別 但是我覺得很大不同的地方 民進黨通常會把程序做主 就是符合某種的民主化的程序 一種所謂的程序做主 可是當公務的記者去報導的時候 我們都發現雖然開了聽證會 可是你會發現現場官員在去做回答的時候 在去做回應的時候 那個思維價值其實還是具有某種的主導性 或是具有某種的這種所謂的 清楚的這種所謂的開發的價值 可是有些他連程序都不願意做主 例如說賴清德 例如說台南市的這個難題 居民說我們開聽證會 然後要至少我們當然都知道聽證會 所以未必真的能夠翻案 可是為什麼他連程序都不願意做主 他是一個賴神 或是跟他本身的這種高民意的支持度 是有關係的嗎 這個比如說台南鐵路地下化東移的這個案子 其實我也非常的訝異 賴清德市長他會怎麼樣的處理 其實他的一些程序上的作為是相當粗暴的 那比如說都委會在開會 其實我自己本身就被他下令警察 你都被嫁出去 對 我就被警察把他拉出來 那這種情況其實甚至在苗栗大福 在劉振宏主政的縣政府 其實都沒有發生過這種情況 所以賴清德會有這樣的作為 其實我非常非常的一個訝異 那其實我也蠻同意管老師你剛剛提的到 縱然我們有那樣的程序 但是他的很根本的那種思維有沒有一些改變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桃陽工程的行政聽證會 不管在預備聽證或是後來的正式聽證 其實我都有去參加 那個聽證是台灣基本上在土地徵收都市計畫裡面 很關鍵的一個聽證會 但你可以 我們本來是很希望在這個聽證會裡面 那政府跟民間的一些意見 能夠產生一些有意義的對話 為什麼你要這麼做 也能夠有一些聚焦 但是不管是去年的預備聽證 或是今年四月底 五月一號的正式的聽證 我感覺都沒有那個聚焦 那政府的官員往往當民間提出 非常堅實的一些立論的時候 政府反而沒有辦法來回應 那政府往往會談一些別的理由 比如說政府往往用 我這個是預測 我這個是推估 但是我們把預設跟推估 當成是一個事實在對待 那當民間就當然會質問 比如說水 用水量是不夠的 那你用水量 你怎麼這樣的一個推估呢 那交通部民航局就說 你我這個推估有低有高 那你專門 你民間挑的數字 跟我政府所挑的數字不同 那針對這個樣子的話 我們把用都是只是用推估 來當成一個事實 那所以你就沒有辦法去說 民間講的是錯的 那政府你也不能夠說我只用推估 我這個就是對的啊 所以對於這些事實的一個對跟錯 應該有更深入的一個討論 應該有更深入的 比如說我們一起來好好的討論 這個推估的一個模式 到底允不允當 它是建構在什麼樣的一個參數 什麼樣的事實的基礎 那麼基礎的研究到底夠不夠 對 我們而且我們那個推估的模型 是從國外從荷蘭的一本報告書裡面 把它引入台灣 那他們荷蘭的一個推估的模式 是否在台灣是適用的 或者整個社會條件是不是相同 對 它好像都沒有在談到這個 我們就把它認為那個推估的模式 如同是真理一般 那當民間提出挑戰的時候 政府又沒有辦法提出一個 這個方法論上或知識論上 非常堅實的一個基礎來做一個回應 所以就會變成是各所各活 還是跟以前的公聽會說明會 仍然是一樣 好像沒有辦法達到那個聽證會 我們真的希望看得到的是討論 辯論 甚且能夠提出更充實的 一些論述的一個基礎 來說服對方來形成共識 好像我們現在 還有沒有辦法做到這一點 這個其實公務記者 那三天也都在桃園航空城的 這個聽證會上面 只是我們回來 也會有類似的這個討論 發現你今天拿到的數據 這些推論 這個基礎是很薄弱 然後隨便拿了一個國家 然後他沒有去回應到台灣的社會條件 去做這個推估是有問題的 所以徐老師剛剛的意思是說 即使我們辦了這個聽證會 好像在程序上面是做主了 可是那個聽證會的實質 應該要有的論辯 應該要有的聚焦 應該要讓所謂不同意見 並成的這個最基本的民主 應該有的東西其實沒有 反而只是一個空殼 沒有錯 而且當然能夠舉辦 我們是滿欣慰的 但是如果真的要舉辦 我們希望能夠把它辦得好 真真正正的把它辦得好 因為我們一直都希望 我們的公共政策是由下而上 能夠傾聽民意 但是我們實際上的一個作為 我們政府的主政者的那個心態 還有目前我們的行政的一個程序 是不是真的能夠體現到這一點 其實還有一些值得 我們好好來討論的一個地方 不過其實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 所謂的發展或是開發 恐怕是比較高比例的台灣人 是願意去做的或是一種期待 那民進黨其實如果他也是一個開發派 他只要去做某種的民主程序之後 他一樣會跟民意是結合的 那當然從一個社會運動的角度 或是相對左翼的社會運動的角度 會期待的是一個所謂的公平正義 或者是對於開發的想像 不見得是這種土地啊 或者是他可能是整個環境上面 能夠有更好更舒適的這種居住的模式 那我要談的是說 其實政府的價值恐怕跟絕大多數民眾的價值是一致的 那社會運動的團體他所要面對的 就不會是只有這個執政黨的開發主義的價值 而是整體社會都恐怕都存在這種期待 這不會讓這個所謂的運動是更艱難嗎 但是眾人道路坎坷也是要繼續走下去啊 這個從一個民間社會的一個立場 大概你要維持的基本的一個樂觀度 但是他就是一個民主政治必然會發展的中國 沒有錯 對 那一般我們會把我們的公共政策的一個產出 大概從三個部門來看 剛剛管老師提到政府我們一番講的第一部門 第二部門會談資本或企業 第三部門我們談的就是公民社會 那我們的公共政策就是透過這三部門的一個折衝 甚至一個衝突最後的一個調適或妥協 或者甚至我們樂觀地講形成一個共識 那就是我們公共政策產出最基本的一個來由 所以我們台灣過往在一個威權的統治 我們有我們的歷史的背景 我們對於公民社會這一塊其實是相對而言 它的空間是比較小的 但是我們是期待 如果我們台灣要能夠有良好跟成熟的公共政策 這個第三部門 尤其公民社會這一部門的一個茁壯跟成熟 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公民社會這邊可能展現出 用一些社會運動的一個方式來呈現 那我想以往我們都把這個部分把它定位成 它就是不理性啊 它就是民粹啊 它就是泛政治化了 我很希望我們未來能夠調整我們的一個心態 在民主先動的國家裡面 第三部門公民社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們以前都著重在政府還有企業這部分 那為什麼公民社會那麼重要呢 剛剛關老師講的也非常的好 因為我們提出不一樣的重要的一個價值 因為在政府跟企業資本 往往強調就是經濟成長跟經濟的一個效率 但是我們從一個公民社會 我們要求的是基本人權 公平正義還有永續的一個發展 這個價值都應該被納進來 那大家一起來討論 我們過往就是我們的公共政策 就是把公民社會這一塊 還有很重要的價值都把它排除了 未來我們期待新的政府 尤其是民進黨執政 我們希望把公民社會的價值把它納進來 採取一種包容式的一個政策 這個制定的方式 而不是再像國民黨一樣 都是一個排外式的政策制定的一個模式 我想新政府上台之後 它絕對會是這個國家的新的挑戰 它所挑戰的 不是只有這個政府的施政能力 恐怕也包括民間社會 怎麼去面臨 面對這個新的政府 那民間社會恐怕要面對的 也不是只有這個新的政府 而是整個社會裡面的價值觀 我想最基本的一個部分就是 我們要重新的去看待社會運動 不要把社會運動 當作是一群非常可怕的人 他是提出了一些所謂的不一樣的觀點 不一樣的想法 而民主社會不是只有在投票 沒有錯 而在於有更多的社會討論 今天非常謝謝徐盛老師 來接受我們訪問 謝謝關老師 我們下禮拜空中再會 拜拜 謝謝 謝謝 謝謝